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要告诉各位 我宁愿他一次一天就涨1000点 也不想要看到他分10天分20天涨1000点 为什么 因为你涨得越快 涨得越多 其实也越早出现反转 越早出现转折 对不对 而这个大盘在今天 他涨了162点 我相信 一定有很多的投资朋友去追股票 一定有很多的投资朋友去抢股票 对不对 因为看到美国的股市大涨 因为看到今天几乎可以算是鸡犬升天 不管是好的还是烂的 有基本面没基本面的 趋势往上趋势往下的 今天通通都在涨 但是各位要知道 其实这个盘在跌掉了1673点之后 他已经进入了空投市场 在空投市场里面 你遇到大反弹 那个是经常会发生的事 所以不用感到意外 而就算今天大盘来到了9670点 我问各位 破底的危机 他解除了吗 这个盘的趋势 他向上了吗 如果没有 我还是会维持 逢高减码向下操作的策略 而且如果之前 王良11000点卖股票 你没有跟上 10800点通知会员出清多单 你也没有跟上 1万点再告诉会员 把所有的股票都卖掉 还是有很多人没有跟上 我跟各位说 没有关系 现在是不是还有机会 对不对 放空股票要有价 也要有量 还要有什么 整个市场陷入了一个歇斯底里的状态 在最近的的确确 我们看到美国的股票市场 先是大跌 然后在昨天大涨 那我问各位 整体的趋势 它向上吗 在明年市场会持续的成长吗 景气会欣欣向荣吗 我告诉各位 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其实市场是在萎缩的 不管是在PC 还是在NB 还是在手机 对不对 所以现在一大堆的人要去炒5G 我告诉你 通通都一样 而且你们要知道 在美国其实有很多重量级的 很有重要性的股票 指标性的 具有代表性的股票 都大跌了 对不对 我举个例子 昨天道琼涨了1000点没有错 那请大家看一看 回答 NVIDIA这间公司 这一波是从292块 一口气跌到了124块钱 这种跌法跟之前的稳帽 全新 红杰科 GIS 我问各位 有什么两样 有什么差别 那你现在告诉我 稳帽 红杰科 全新 GIS 他们走多头了吗 我跟各位说 并没有 他们通通都在挣扎 为什么 因为不想要破底 对不对 可是到最后呢 还是会破底 那这一个NVIDIA 它下单给谁 你知道吗 它是台积电的大客户 对不对 如果台积电的大客户 这一次跌掉了57% 这一次跌掉了57% 你告诉我 现在还是多头 你告诉我 未来呢 会持续的大涨创新高 难道说 凭昨天 道琼涨1086点 S&P500指数涨116点 NASDAQ指数涨361点 或者废半涨了61点 接下来呢 就会破底穿着创新高 接下来呢 就恢复原本多头市场的常态 真的吗 请你想想看 NVIDIA重不重要 它所代表的是什么 它所代表的是科技的泡沫 是一个产业的衰败 可是很多人看不出这一点 对不对 当然股票跌升 它本来就会有反弹 连华印都会有反弹 你说那公司烂不烂 烂它今天也是反弹 反弹还是烂啊 对不对 那你们想一想 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 比较容易产生这种大反弹 是在多头市场吗 我告诉各位 空头的常态 它本来就是 这一个缓跌 然后呢 几涨 各位晓得吗 如果你不信 我们来看倒球 过去的这三个月 如果你要谈短期当中 涨得非常大的那种涨幅 其实是在进入了空头市场之后 它才会产生 对不对 你看到之前 倒球在涨的时候 走多头的时候 那是用碎步的方式在上弓 不是只有这一段 前面那一段也是一样 可是当趋势反转之后呢 来一次大反弹 再来两次大反弹 这种涨幅都相当的惊人 对不对 包括在昨天 涨一千点也是一样 可是那个是在跌升之后 才产生的反弹 那为什么会跌升 因为趋势向下 所以呢 在反弹结束之后 我认为它还是要跌 它还是会破底 倒球是这样 那这个S&P500指数 是不是也这样 对不对 在多头行情的时候 它常常涨都涨一点点 几缩缩缩 可是呢 在经历了这一个反转之后 接下来反弹都很大 可是最后呢 都破底 对不对 包括像NASDAQ 还有呢 像费城半导体指数 所以我们今天看到 倒球 它涨了一千零八十六点 你说台湾有涨很多吗 我跟你说 前面倒球在跌的时候 你们又不跌 对不对 那凭什么它反弹 你就想要涨个五百点 涨个六百点 我跟你说 没有啦 今天 大盘涨多少 一百六十二点 那如果你要问我 王良今天有没有去放空 我跟你说 我就没在说 今天 这一个是 对我来说 是不利的 所以我不会在这里 勉强出手 我不会为了 要做空而做空 但是 涨了一百六十二点 对于我们接下来要放空来讲 它会更有利 你看到大盘现在是来到这里 其实有些股票 它可能是来到这里 它可能是来到这里 对不对 那如果将来大盘破底 那现在如果涨到这里 涨到这里的股票 它是不是终究还要再跌 其实在过去的 这一个礼拜 王良会员手上 有一档空单 它跌的特别多 对不对 你说大盘过去一个礼拜 它在做什么 它在九千五上下鬼混 可是呢 大同 王良会员的空单 它在十二月十四号 跌停满 二十一号跌停满 二十二号跌停满 二十四号又跌停满了 而且呢 还破底 对不对 二十五还破底 这一次大同 在十二月十四号之前 它根本就还没有跌下来 所以这代表什么 当大盘杀下去 它还没有跌下来 接下来要做什么 我跟各位说 补跌是幅度最大的 而且最让人感到 莫名其妙的 对不对 现在大盘还在九千五九千六 将来呢 如果大盘跌破九千四 那是现在这些投信 去炒作拉台的股票 将来会不会补跌 如果开始补跌 就像你们所看到的大同一样 这一次呢 杀出了一根跌停满 两根跌停满 三根跌停满 接下来呢 四根跌停满 再来呢 股票破了底 对不对 那这个是大同 往来在前天 带会员放空什么 带会员放空 筒心 对不对 今天的筒心 我跟各位说反弹 反弹有过昨天的高点吗 反弹有创新高吗 反弹就表示 他在未来一定还会涨吗 你们再看下去 筒心 在12月25号的时候 王良带会员去放空 对不对 当天王良带会员去放空 还在节目当中公开操作 今天如果不是大盘涨一千点 你以为今天的筒心会涨吗 但王良并不在意 而且我放空完之后 先跌到78块半 再来呢 跌停满 72块6 而你们所看到的筒心 12月25号 一直加 这一段在拉 你以为他的基本面 有多大的改变吗 你以为明年 真的可以赚10块 赚20块吗 那如果没有呢 是不是要打回原型 对不对 所以昨天的筒心 他就跌停满了 跌停满 昨天的筒心跌停满 早在12月24号 王良告诉过各位 这支筒心 对不对 之前大同在拉 我说过 如果股票是涨这个样子 而他的本质 从头到尾都没有改变 你不要跟我说 他6月营收好 7月营收创新高 8月又怎样 我跟你说 通通都没有 对不对 所以从头到尾 大同就是大同 他能够讲的就是那些土地资产 而那些土地资产 从头到尾 也没有增加 也没有减少 那为什么股票会长这个样子 很简单 那就是有人在那里插 是不是 所以炒上来之后就撑 撑久了之后呢 就大跌 那同样 这个大同是很能撑的 没有错 他真的比较能撑 因为他又有公司派 又有市场派 又有外资 又有中资 又有融资 对不对 撑到最后还不是跌 那你想一想 这个是同心 这个是大同 那么如果我们把K线接起来 是不是白了白了不稍加 而且大同有那么多支 才有办法撑那么久 你们这些呢 就是一个投信在买而已 就是一些投信 这个投资 这个融资在拉而已 对不对 所以会来跌的速度 会不会比较快 王良代会员放空完之后 我跟各位说 我要炒买一下 在昨天 全中华民国 就四支股票 四支哦 跌停满 其中一支呢 就是王良在前天 代会员放空的捅心 我请问各位 这样有努力吗 王良12月25号 代会员放空捅心 再来呢 昨天你看到捅心跌停满 今天就算啊 他反弹 我跟各位说 我接下来呢 还是要卖 接下来呢 还是要空 我接下来的计划 如果你们想要知道 为什么 王良一再跟各位强调 明年的1月 跟明年的2月 将会是接下来 放空股票 最好赚 赚最多 也能够赚最快的一段 如果你想要知道 请你锁定我的节目 在广告过后 我还有更精彩的内容 我们等一下再回来 10年前 王良在放空的时候 我跟各位说 那个时候呢 市场的融资余额 相当相当的高 有4000多亿 也就是说 如果我要去放空 如果让会员赚钱 要等到怎样 杀融资的时候 我跟各位说 那股票跌下来的速度 才会快 对不对 可是现在呢 融资剩多少 1000亿出头 但是行情又处在空投市场里面 那既然融资这么少 是不是没有办法杀融资了 对不对 但是我请问各位 还有没有什么人 股票买很多 而且接下来一反转呢 他们要认赔 一反转呢 他们要停损 甚至接下来呢 互相残杀 互相的践踏 我告诉你 那就是国内的 这个投信 那就是国内的股票型基金 各位知道吗 因为那些投信呢 在过去的这一两个月 是拼命的去拉 拼命的去买 所以这些股票 其实 你不要以为这些投信 他们是要赚什么 配股配息 不会卖的 我跟你说 没这种事情 每个都想要赚的是价差 对不对 所以这些股票呢 他买上去之后 接下来呢 如果股票涨不动了 如果有人呢 筹码松动了 他们就会开始卖 开始杀 然后他去找别的股票 来炒作 对不对 所以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代表什么样的股票最危险 其实是投信买最多的股票 他最危险 那今年12月到今天为止 投信是不是有在作账 对不对 可是这个作账到什么时候结束 12月31号 所以我来告诉各位 明年的1月跟2月 台湾的股票市场会有相当多的股票 很精彩 而且呢会一一的大跌 那你不要以为那些投信买股票 都是有什么 有报告啊 所以都是有依据的啊 我跟你说 那些报告那些依据 通通只是为了要去应付主管机关而已 为什么 因为如果哪一天股票跌了 你为什么买 我有报告啊 就是这样子啊 那至于那些报告是对的还是错的 那些假设是成立还是不成立的 那不重要 你晓得吗 可是偏偏那些报告每天 就在市场传来传去 流来流去 对不对 投信在300块去买创意 有没有报告 当然有啊 投信在200多块去买GIS 有没有报告 也有啊 现在GIS跌多少钱 90几块钱 我来放空GIS 会员呢 赚了五十几块 对不对 所以如果你想要赚到大钱 如果你曾经看过 我来在一万一千年之上 我当时呢 空什么就赚什么 对不对 因为我知道谁会输 因为我知道谁会砍 因为我知道哪些股票呢 它的筹码是最重的 那当大盘跌到九千四 我跟各位说 你确实要让这个盘 有时间去酝酿一下 对不对 要让这些投信呢 有时间呢 再去炒作一下 那接下来呢 才会有股票 再去产生更大的下跌的空间 所以明年的一月跟二月 我来要告诉各位 是有大钱可以赚的 因此在这里 我跟各位说 现在是抢进明年一月跟二月 赚大钱最好的机会 我会锁定投信 十二月的炒作股 不论你资金大小 我会带你集中中央 赚最快的快速空单 我今天 要郑重的告诉各位 现在是抢进明年的一月跟二月 赚大钱最好的机会 因为有拉上去啊 有拉不是没有拉 如果这个行情 就像中国股市一样 连跌5G 已经连跌5G表示什么 超过一年都在跌 对不对 那已经是一滩死水了 我跟各位说 你就算 这个有通天的本领 我跟你说 你也并没有出头来 为什么赚不到钱了 因为是一滩死水 对不对 可是在十二月 有些股票拉 有些股票呢 在涨 我能看得出来 哪些就像大同一样 是可以去放空的 各位知道吗 那你们再想一想 这整体的趋势 整体的趋势 我拿一档股票来举例就好了 这档叫做Amedia 这个呢 是台积电的客户 大客户 大客户哦 台积电的大客户 从292跌到124 跌到57% 台积电可以装都没事 这也很厉害 是不是 可是你能够装多久 你们能够装多久 现在大盘 在这个地方 却有些股票拉到这里 对不对 那不是逆市拉台吗 当初康友涨到538 这个盘已经咬下来 他还在走 是不是 结果呢 盘子不知道人 跌到多少 100多块 对不对 现在还在混 那 那道琼在昨天 涨了1086点 王良刚刚跟各位说过 哦 他在赶紧 他是一天涨1000点 不是分20天涨1000点 对不对 今天大盘涨了162点 王良要告诉各位哦 这个地方 开始 就会有大钱可以赚 什么叫做大钱 王良曾经代会员 放空过信仓店 这是不是大钱 放空过达方 这是不是大钱 放空过宏杰科 这是不是大钱 对不对 放空过全新 还有呢 升聚 好 那么再来 我要跟各位说 你看我放空这些股票 之所以能够大赚 你们想一想 谁来赔钱 我赚钱力有人赔钱啊 对不对 这是国内的大投信 富华投信 基金的绩效 到12月21号为止 富华的数位基金 半年输掉33% 传家基金输掉27% 中小精选基金输掉26% 全方位输掉22% 神盾基金输掉20% 你看 神盾基金 你有没有买神盾 我不知道 有可能没有 没怎么拿到那些 对不 高成长就变低成长 输掉17% 平衡基金不平衡 输掉13% 人生目标基金 找不到目标 输掉了13% 对不对 这个是富华 再来呢 你来看哦 群益 群益 中小型输27% 店头输29% 长安输26% 马拉松 这该出名的 马拉松基金输掉22% 所以是不是找不到终点了 对不对 输22% 你要赚多少 还赚得回来 那为什么他们会输 我刚刚说过 我都放空 谁买很多 后面要砍的 我跟你说 不是这些基金 就一定会做到赢 而他们如果输 都是输一大段 对不对 台药 哪些基金去锁单 王良代货员去放空 每一个都赚钱 这个是投信 包括 你看到生剧 你看看 你看那个投信 在输那么多 合理吗 你看哦 他买生剧 一定有报告啊 你现在报告拿出来 有什么用 对不对 一定有嘛 你买这支这么大支 一定要出报告的啊 然后现在要解释 我当时有报告 结果现在 生剧跌成怎样 从95块跌到55块钱 对不对 王良代货员放空GIS 你不知道 我跟谁对坐吗 这样你看出来了没有 我GIS的空单 到现在都还没有补 还赚到五成 这个是投信在买的 所以不要去迷信那些 什么经理人 高学历的光环 像刚好这狗票 我看得出输家在哪里 那如果是这样子 你们再想一想哦 过去一段时间 拉股票 对不对 很多人在拉股票 拉什么 拉筒心 拉到昨天跌停板 你说筒心 跌力满了前一天 还在买 跌力满了前两天 还在抠 是不是 这个是筒心 再来呢 你看神盾 大盘涨了162点 GINDADI的神盾 收盘的时候 几乎收在最低点 那神盾为什么会 这样子跌 为什么现在不会涨 理由在哪里 你们看到了没有 这个是刚开始 这个是刚开始而已哦 你看 这谁买的 这谁去拆的 所以你要能够找得到目标 找得到标的 对不对 要能够知道 接下来呢 哪些人 有可能会成为 市场的大输家 我跟各位说 就是中华民国的 股票型基金 这些投信 所以如果你想要拼 我跟你说 现在是最棒的时机 现在是抢进 明年1月跟2月 赚大钱最好的机会 王良全力锁定 投信12月炒作股 机会来了 不论资金大小 我们集中重压 赚最快的快速空单 如果你想要把握住 明年1月跟2月的行情 在一年的一开始 就赚到大钱 我欢迎大家 把握住这个机会 在节目结束之后 拿起电话 加入我们操作的行列 之后祝各位 未来做股票都能够大赚 明年见 拜拜 本公司与所推荐 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 请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险险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